为什么几乎不用 甚至做研究的时候几乎都不用 研究上网路 网路上面有个课里面 像有一本课 网路上就有好多网路上就用patronet 他就不用翻在这些machine 他用另外一个patronet 那为什么在 像资工系学的那么多 在我们从大一开始离散就学 在好多课里面都用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modeling的工具 可是到了 compiler里面也有用 蓝体工程里面很复杂的设计也会用 然后这个UML里面也有 State Diagram 然后在这个 到处蓝体硬体都用 那 那为什么实物上面不用 它有什么问题 一定有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 那这些课大三大四都学过了 那都用了 用了很高兴 为什么我到了 甚至你到研究所做研究的时候就不用了 同样做研究这个我就不用了 或者是我到业界 根本没人用 要设计的时候 那为什么呢 我考研究所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 这个 我已经很会解了 我freevlog 我解了这个 这个 各种 这个 我搜索的时候 那当然 那就有工具 工具里面都没有用 那为什么 然后有的工具是 可以帮忙你学习的工具会有 但实际上的modeling 他很少用 用这个 state diagram fine same machine 那我这也有讲 这个sade machine 这个sade多的时候 它效率会变差 那效率会变差 当然这是 这是一定的 可是 就这个model而言 这效率应该不是它主要的问题 就model而言 是 为什么fine same machine 在实物上面 那 比较少用 它好处是它很简单 state transition fine 有initial state 有transition 有state 有Io 这种表达出来了 很多硬体软体 很多动作 表示红绿灯 常常最看软体软体 最爱看到红绿灯 还有这个贩卖机 这些东西 这个要设计一个sequence detector 这些东西都很容易的 就可以把它给 做出来 可是 在实物上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课本里面的问题 都是简化过的问题 实际上的环境里面 那个state会很复杂的 那state跟state的关系里面 你的脑筋就跟物件导向一样 物件导向 我不知道他写过最多的class 有多少个 写专题 写这个 如果你没有工具帮忙 你的脑袋里面如果能够装下 一二十个class的关系的话 你就是不平凡的人类的 就是说 那个class的 那所以他有限制的 在小的里面OK 所以物件导向在大的时候 如果同样一个 所以他会还要有模组 还会要有各种 就你在这一个范围里面 你这一二十个class里面的时候 那你再往上的话 就模组化了 如果你弄成几百个class 大家一起来继承的话 没有人搞得清楚的 如果你是弄成 那state也是一样 第一个分析就会很复杂 你分析很难分析 那也就会乱掉 改一个你要牵动的地方很多 物件导向虽然说很好 便于修改 便于这个 你继承有件关系 你在三五成的这个部分 class没有太多 在class有很多 就是我有关系的这种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做物件导向是很好的 可是我等到我的范围再变大了 那这个时候 像Java里面 我就要用做package 我要把package再把它包装起来 那继承的关系在那里 那继承的关系不会到复杂到 复杂到这个 我没有办法管理 那fine system machine也是一样 fine system machine就是你复杂的 你复杂的这个系统里面 那你就很难 你很难维持它的这个 一个正确state的表示 就是它不是个好的表示法 那它没有办法抽象化 所以有人就把fine system machine 变成hierarchical的 变成好多层次的 那现在好多层次可是也不是 所以就有其他的像patri-net 像各种不同的这个 另外表示这种状态的这种 model and tool 出来 网路上面patri-net用的就是比fine system machine要多 除了教科书里面 一两本会有用这个same machine 其他大概都是用patri-net 所以这个或是来自电板银做一些 擴充 来打开它是一个简化的tool OK 所以那回头到我们的lsl里面 lsl里面这个default state 你如果能够用default state解决的话呢 你不要找太多state 那default state里面它state state之间要做转换的时候 它还是会 因为每一个state呢 它是一个setup event handler的 你把这个event handler的集合 跟另外一个event handler的集合 把它分开来的话 那这个overhead会大的 我们在这里主要关系的是overhead 复杂度呢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才谈到的是复杂度的问题 好state engine state exit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 我进去的时候一定要 那state engine特别再谈一下好了 就所有的这种fine and same machine 所有的这种modeling tool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起始状态 很多人都不太注意 就像塞加巴的April的话 INIT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master 一个April的话 INIT的一开始 就你起始状态 是从哪个状态开始 那这个跟你的结果会有 跟你的过程会有不同的影响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比如说 我开始来修这门课 或者我开始来做这个作业 我是怀着一个很高兴的心情来开始的 如果状态有很多 那或是我怀着一个很沮丧的心情来开始的 那结果 你走的这个路径啊 这些就可能会 会有一些这个不同 好 那 那这个 所以这个 任何的这种状态分析里面 它起始状态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要注意到的 就是从哪一点 是起始状态点 INITIAL STATE 那这边就是STATE ENTRY 就 那我们这里是 我进来 那我们是 但这个跟起始状态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状态 我们是 这个状态里面进来以后 要开始要做的动作 起始动作 这是在这个状态里面的起始动作 那 所以起始要做哪来的动作 当然这个是把它 模组了以后 当然就是比较这个 这个 那城市比较好看 所以起始状态 是一个刚刚很重要的观念 那起始动作 这也是 STATE ENTRY STATE EXIT 要做这些 的 在这个 在这个Event 里面 要做的事情呢 就把它摆在这两个方形里面 那这个 我想就 那这是转 转动的 Paki Omega 这些 例子有些 例子我们都 我们上次看过的 就 好 那后来我们 这个第一张 那个刚才是简介 然后这个 我们上次也谈过了 就是你的Aventus 要 要 这个 这个 要动 要行动 的 这个部分 那 那 那Avatar的moving 最要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这个offset 就是你 以 这个上 就是我的 我的这个物件的中心是什么 那我Avatar的 中心 那因为每个人厚度不同 所以自己要 调那个offset 然后 然后这个offset的距离 那 那 那同一个 两个这个 C Offset呢 就是 离这个Prim呢 的中心呢 要519公尺之内 就是你要做在什么东西之上 所以我怎么会做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要做大的一个物件的话 这 这是因为它的 512的那个Limit 256跟512 就这个是它设定的一个 一个 Server端的一个 等于它的一个限制常数 那每一个轴呢 是300 300公尺 那C的呢 Teleporting Teleporting也是一样 Teleporting 短距离的是519 那Media的Teleporting跟 InterSync的Teleport 这个我们差点提过 就这个 你要 InterSync的话呢 就是要 到 到另外一个Simulator 另外一个Server上面去 那其实 InterSync的动作 就比较复杂了 那 我们谈完 前一次谈完这个以后 中间我们有介绍一下 这个 SecondLine的Server的状态 对 如果 如果我从这个Sync 到另外一个Sync去 这个 如果 如果 我从这个 如果从一个谁 这个 干扰是